灾防整备不放松 参谋总长李喜宁市到北部预制兵力 记者罗天宾台北报道 针对豪雨可能带来灾害 国军不敢掉以轻心 参谋总长李喜宁上将重视部队灾防整备 今日市到北部地区预制兵力现况 为免官兵坚守岗位 保持高度警觉的努力与付出 期许大家守护民众家园 让国人可以安心过端节 李喜宁总长亲自登上AA1727突击车 了解各项装备减省概况 图 军门手提供 李总长实地前往陆站66旅二机场 了解灾防整备 为免官兵辛劳 图 军门手提供 军门社今天报道表示 李喜宁由相关联仓陪同 前往陆站66旅市岛北部地区 灾害防救兵力预制情形 听取任务箭报 并了解登陆战车大队 及两棋侦搜大队 北上支援灾害防救官兵准备现况 务期国军官兵能以最好的准备 防范任何好与造成的灾损 期间 李喜宁亲自登上AA1727突击车 了解各项装备减整 对于官兵牺牲假期 投入房 就在任务的辛劳 给予勉励与肯定 总长并指示各营区干部 也要注意支援官兵的生活照顾 李喜明并提出工作指导 叮嘱带队干部 当灾害来临时 应针对各项情资进行研判 执行任务之际 务须注意安全 同时完善规划 叮力派遣与轮体 落实官兵的照顾工作 掌握身心状况 确保国军灾防任务得以有效率 有计划达成 感谢 geld